这个视频咱继续进行有机物结构解释推断的立体分析 来看这个流程 要求的是其中B1、C1和B2的结构解释 嗯,这个流程看起来相对复杂 但你观察一下 A的分子是告诉你了 那它就应该是咱分析的起点 可以先求出不饱和度 但这里可别漏掉这个锈原子 它相当于一个氢原子被这个锈取代了 所以在计算时 可以把锈这样的家伙当作氢原子来看待 那有机物的分子是可以看作C8H14O2 不饱和度就等于8乘2加2再减14 最后除以2算一算得2 知道了不饱和度 那就该推算有机物中不安能团的种类和个数了 看流程 A在吸硫酸加热的条件下反应生成B1和C1 吸硫酸加热 这个条件咱说过 对应的应该是纸的水解 也就是说A是纸 有纸基 另外还有个锈原子 而B1和C1是水解得到的缩酸和醇 可到底哪个是哪个呀 这里建议你分析一下C1 因为它在流程中的信息量特别大 你看C1可以连续氧化 咱知道醇可以连续氧化 先变全再变缩酸 那显然C1是纯含有强基 而B1是缩酸含有缩基 但事还没完 你看C1氧化后还能在氢氧化那纯溶液中反应 咱知道这个条件对应的是鲁代厅的消去 那就说明A中这个锈原子水解以后应该在C1这里 另外这里的消去反应还能得到一个碳碳双剑 而酸化后得到B1 这不就说明了B1中有碳碳双剑吗 更重要的是 这也说明A中有碳碳双剑 那A中纸基和碳碳双剑 各占一个不饱合度 刚好两个 再看看下面这条路线 A在碱性条件下水解 双成B2和C2 其中C1可以和氢氧化那水溶液反应 转化成C2 那这个反应显然是鲁代厅的水解 也就是氧原子转化为强基 而C1本来就是纯 所以C2应该是一个二元醇 那B2应该是缩酸钠 而且有碳碳双剑 到这儿 关灯团的种类和个数基本弄清楚了 下面可以推断一下碳骨架的结构 这个好办 估计你也看到这玩意儿了 C2这个二元醇 联系氧化变成这种二元酸 那就能直接推出C2的结构 就是缩机换抢机长这样 不仅碳骨架知道了 连关灯团的位置也知道了 那咱继续往上推 C1和C2关系很近 通过水解把一个锈原子换成抢机 显然这两位置都一样 那咱把一个抢机换成锈原子 就得到了C1 而C1又能转化生成B1 先连续氧化 抢机变缩机 然后消去锈原子 然后消去锈原子形成双剑 同时这里的缩机也反应变成缩酸钠 最后再算化又变回缩机 就得到了B1 二眼一看 B1和C1的碳骨架其实是相同的 毕竟其中的反应都没有改变碳骨架的结构 那这样的话 咱让B1和C1只化 酸拖强机 纯拖氢 就得到了A的结构 应该是这样 接着 A在碱性条件下水解 生成B2和C2 其中B2和B1基本一样 只不过碱性条件下是缩酸钠 终于咱分析完了整个流程 要求的三种有机物的结构解释 也在推断中全都搞定了 回顾一下 其中的关键有三点 第一 选择A作为分析的起点 因为咱通过A的分子式 可以求出不饱和度 从而结合条件 推断出有机物中 关灯团的种类和个数 第二 分析时 要抓住C1这种 在流程中转化关系丰富 信息量大的物质 可以进一步帮你推断 关灯团的具体情况 第三 在确定碳骨架时 千万别错过给出的结构解释 由它开始 咱就一路把有机物的结构解释 全都搞定了 怎么样 都听懂了吗 嗯 看来都懂了 使本宝宝多虑了 那你就去再刷点题 巩固一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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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